到底是谁害死洪仲秋 现在轮廓逐渐慢慢的浮现出来 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士官长陈蚁仁 他不但强势主导要把洪仲秋关禁闭七天 而且还透过跟护士林小平的好交情 在下午1点16分 洪仲秋才完成体检隔了三个小时 4点半体检报告就完成了 恶诊洪仲秋的范意太明显 在头期法会中 未地痛哭流涕 跟洪仲秋的妈妈一直抱歉的陈蚁仁 其实就是主导体检 将洪仲秋推进鬼门关的关键人物 要关进禁闭室得要经过体检 军中规定体检最多有14天 两个星期的等待期 但洪仲秋体检报告出炉之快 仅仅一个下午 就在一伙人考虑要怎么把洪仲秋 弄进禁闭室时 陈蚁仁就不还好意地对徐信正说 我可以协调体检中心的护士 尽快取得体检表 徐信正同意后 6月27号洪仲秋去体检时 陈蚁仁范左线也在上午11点 到医院打点关切 靠着陈蚁仁跟护士林小平的好交情 下午1点16分洪仲秋完成体检 隔了三个多小时 体检表就完成 6点半旅联部就已经取得体检报告 整个过程才5个小时14分钟 在医院模拟两人如何串通迅速完成洪仲秋的体检 但是陈蚁仁和护士林小平没说的是两人在前一天就达成了共识 有内幕人士爆料 前一天陈蚁仁就已经打电话给林小平 要他帮忙快速处理一份体检表 林小平毫不考虑的说了 OK 挂上陈蚁仁的电话 林小平还开心的跟里头的同事说 明天有人要请喝饮料 你们要喝什么可以先点 所以酒杯饮料虽然是林小平点的 但钱是陈蚁仁付的 军检的调查报告中 明白指出陈蚁仁因为跟范左线交情良好 为了力挺不仅强势主导 让洪仲秋关禁闭七天 还动用了关系 让体检报告迅速出炉 就怕拖了时间 洪仲秋退伍了就整不到他 步步安排将洪仲秋推向死亡之路 中天宣文中部综合报道